11月25日中午,黄毅老公黄毅清连发数条微博,言此之间疑似在炮轰身为演员的老婆黄毅。 有些人是个很好的演员,每次都在公于心计之后的,又假装一个弱者,国同情。 不仅只其在家里骂女儿,还争其人钱装腼腆,人后变粗俗,甚至虚报年纪。 他甚至称,当底线被屡次踩过,即使同归于尽,已毫不彷徨,疑似要与黄毅彻底分手。 晚上8点左右,黄毅老公黄毅清再次连发微博,表示幸亏手机可以随时录下,人不会重复犯傻,不是某些人可以完全不脸红,翻脸不认账的习惯,没人会出死下策。 并且还上传一条视频,疑似指责老婆,你疯了吗?随后,黄毅老公删除了该条视频。 记者联系到黄毅工作室的宣传邱女士, 对方称还不知道黄毅老公爆料的事情,但他很肯定地称黄毅非常爱自己的宝宝,现在工作也不多,几乎所有时间都铺在宝宝身上。 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 你是有病是不是? 你是有病是不是? 你乱点行,咱们今天他妈说女生,我不要跟你说了。 我没对着你说,我以后女儿,你看我怎么效应。 你不是。 或者是 Sie在这里面的传邦来大吏 Report。 能亞洲的阶纱禍? 感谢观看